這個剛剛過完那個國立的新年 今天是那個1月4號 很快再過一個月就要過年了 每年過年這時候 總是因為很多小朋友就是很喜歡寫春年 特別喜氣 那今天我們還是來介紹 一個四開的一個春年的寫法 那我要介紹的是一個大的春字 再加上那個寅春那符 那今天我不是換我那個寅春那符 改用傳書來寫 改用傳書來寫 我們先寫一個春字 寫一個春字 好 春的寫法 首先寫法 那寫凱書都是有提案的 都是有逆期提案 記得你一定還是要有提案 好 春字一個山 然後一個人 那山稍微有一點錯開 大概有一點斜斜的 寫一個人 好這個是一個春字的基本寫法 好再一個日 好 這樣子 這樣子春字 到致上就特別好看 特別的好看 好這是一個春字 那我們要來寫 銀春那符 銀春 第一個字是銀 銀春 這是錯字旁 好 好 其實春字 是喔 春字這一個春 可以有草字頭 也可以沒有草字頭 這個草字頭拿掉 它還是一樣是春 一樣還是春 好 那符 那 那 那的蜜翅膀稍微大一點 好 旁邊的內 寫小一點 寫小一點 錯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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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鬍字 鬍字的四字旁 我們寫不大 那一口甜 我們寫大一點 那 那跟鬍就形成強烈的對比 好 那這個就是我今天所示範的 銀春那符 傳書的寫法 好 其實傳書寫起來 頂桃喜的 鋪著 然後有趣 喔 銀春那符 銀春那符 好 那這個 今天就幫你 今天就為各位示範到這裡 好 好 一門 演唱 我們 今天就是 銀春那符 神 全 兩 剛